大家好 这一段时间我们给兰花施肥 一定要避免三个坑 如果不避免 分分钟都可以让兰花产生肥害烂根 第一个坑就是中午施肥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使用一些水肥 因为水肥的话一浇灌下去马上见效 那么中午气温高 消肥水之后盆内的气温升高 水气不断上升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兰花的根系出现肥害 出现蒙根 当然如果说我们给它使用一些颗粒肥的话 那就不用担心 因为像这种长效的磨肥 它不是通过浇水来分解营养的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湿都没有关系 它只是通过植物产生的一些有机酸来释放营养 当植物不生长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有机酸 所以说用这种磨肥就不担心 会消耕不会产生肥害 那么第二个坑就是植料太干的时候 因为植料太干 兰花的根也会适当的切水 如果说这个时候给它使用一些水肥 那么它就会快速的吸收大量的水肥到这个根部里面 很容易产生肥害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不要等到植料太干 再给它施肥 一定要属于一种微潮的状态再给它施肥 第三个坑就是若苗施浓肥 因为兰花的苗太若给它施浓肥的话 也是非常容易产生肥害产生烂根的 所以说大家在这段时间养护兰花 施肥的话一定要避免这三个坑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隔壁 儿 儿 儿